字幕提供 如果我們對對方有敵意 我說實在 通常對方回過頭來也會有敵意 那個常常關係是互相 那常常就會對人 對人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事情我們今天這樣想 就是把那個事情再誇大 比如說你可能只是 晚一點才回 他的訊息 結果他就說你這個人很被動 他直接講到你的人格去了 簡單來講就是說 會讓我們受傷就是這個人溝通 常常對人不對事 或是對事也對人 都一定要講到你的人去就對了 說你這個人被動啊說你懶惰啊 說你是一個失敗的人 但是失敗什麼角色 明明就是因為某一件事而已 他就要把你擴得很大 所以像這種有敵意的溝通 我們去理清 那我們自己也可以這樣理清啊 如果我們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我們常常對人溝通的效果就會很差 因為通常我們就事論事 把事情搞清楚之後 我們改善事情 會比較有建設性 可是你講人 你說我懶惰 那我要怎麼改善我的懶惰 還是要回到事情去 所以如果沒有就事溝通的話 其實在互通上常常會有trouble 所以我們要做了 我的心想要回到祈禮 做什麼事 那是我的心想要回到你 幫你幫你幫忙